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這樣 Kalena,這些集中趨勢的量度 上次我們也討論過 是呀,Keef,但說起集中趨勢的量度 如果一組數據出現了一些變化 那麼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又會不會有改變呢? 一組數據有變化,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當然會有改變 我就是想知道這些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 與原來的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有什麼不同呢? 還有,我們又可否歸納出一些方法 可以很有效地找出這些新的數值呢? 拿些數據來做實驗 看看結果可否歸納到一些結論 不如把我們射籃的分數拿來做實驗吧 這個是我之前十次射籃的成績 和相關的平均數 中位數 中位數 中數 如果我練好了射籃的技術 每次得分增加了5分 新的成績就是這樣的 由於分數有所改變 新的平均數就是37球 中位數是37球 中數也是37球 將增加了5分的數據 繪幻在數線上是這樣的 新數據在數線上的分佈 和原來的數據分佈是一模一樣 只是整體向右移了5個單位 因為每項數據加了5分 那欣娜 你看到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 和原來的數值有甚麼關係 來吧 利用一般式的推演 我們可以推論到 如果一組數據 每一項加上一個相同的常數K 那平均數都會加上這個相同的常數K 而中位數和中數都會加上這個相同的常數K Kalena 接著我們再討論 將一組數據的每一項乘以一個常數K 看看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又會是怎樣 今次我將之前我的十次卸籃的成績乘以2 即是每一項成績增加兩倍 新的成績就是這樣 由於分數有所改變 新的平均數就是64球 中位數是64球 中數也是64球 將點增加了兩倍的數據 繪畫在數線上 就是這樣 由於每一項數據乘以2 Kalena 看不見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和原來的數值有甚麼關係 利用一般式的推演 我們可以推論到 如果一組數據 每一項乘以一個相同的常數K 平均數就會乘以這個相同的常數K 而中位數和中數都會乘以這個相同的常數K Kalena 我們討論這些數據的變化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例子 對 好像一隊足球隊 所有的職員和球員 年齡隨著時間的變化 即是每一項的數據都會加上一個常數 而新的平均值也會加上同一個常數 沒錯 又好像一組員工的薪酬按相同的百分率增加 即是每一項數據乘以一個常數 新的平均值就是乘以這個常數 Keef 還有沒有其他數據的變化 是會令到這些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有所改變 當然有 我們繼續再討論 Kalena 首先我們在一組數據上刪除一個數據 看看對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的變化 刪除了一個數據 那數據本身的特性 就會影響到新的平均數 中位數和中數的結果 對呀 對平均數的影響 第一個情況 就是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小 在這組數據上 平均數是32 如果我刪除了18這一項 18比平均數32小 這組數據剩下9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33.56球 中位數是32球 中數也是32球 將這9項數據 繪畫在數線上 是這樣 對平均數的影響 第二個情況 就是所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大 在這組數據上 平均數是32 如果我刪除50這一項 50是比平均數32大 這組數據剩下9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30球 中位數是32球 中數都是32球 將這9項數據 會畫在數線上 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推論到 如果從一組數據裡面 刪除其中一項 而這項所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小 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 相反如果這項所刪除的數據比平均數大 新的平均數就會減少 Kiva 如果在一組數據裡面刪除了其中一項 那對中位數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 對中位數的影響 第一個情況 就是所刪除的數據比中位數小 在這組數據中 中位數是32 如果我刪除24這一項 24比中位數32小 這組數據只剩下9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32.89球 中位數仍然是32球 中數都是32球 將這9項數據 他畫在數線上就是這樣的 對中位數的影響 第二個情況 就是所刪除的數據比中位數大 在這組數據中 中位數是32 如果我刪除44這一項 44比中位數32大 這組數據只剩下9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30.67球 中位數仍然是32球 中數也是32球 將這9項數據 他畫在數線上是這樣的 阿Keef 這樣看起來刪除了其中一項數據 對中位數也沒有什麼影響 當然不是 在這個情況 這組數據沒有影響 但其他數據就有變化了 你試試利用其他數據做一下 就觀察到變化了 你試試從這組數據裏 刪除其中一項 判斷一下新的中位數 那刪除一項數據 對於中位數的影響 你有什麼結論 結論就是 如果從這組數據裏 刪除其中一項 而這項所刪除的數據比中位數小 新的中位數就會增加或者不變 相反 如果所刪除的這項數據比中位數大 新的中位數就會減少或者不變 那我知道了 如果刪除的數據不是中數的話 那中數就不受影響了 不錯,醒目 都是全靠計算數多 觀察多了 那自然就有首領悟 既然你計算那麼多數 有那麼多領悟 不如你說說 在一組數據裏面 加入一項數據 對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有什麼影響 如果增加10這一項 10比平均數32小 這一組數據有11項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是30球 中位數就是32球 中數都是32球 如果增加54這一項 54比平均數32大 那麼這一組數據有11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34球 中位數是32球 中數都是32球 這樣我們就可以推論到 如果在一組數據裏面加入1項 而這一項所增加的數據是比平均數小的話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會減少 而相反 如果加入的數據是比平均數大的話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 而另一方面 如果在一組數據裏面加入1項 而這個所增加的數據是比中位數小的話 那麼新的中位數就會減少或者維持不變 而相反 如果加入的數據是比中位數大的話 那麼新的中位數就會增加或者維持不變 還有如果在一組數據裏面加入那一項 是等於中數的話 那麼中數就不會改變 我們討論在一組數據裏面加入1項數據 但Kalena你還未說加入那項數據是0 那我們現在就討論一下 加入0這一項對數據集中趨勢的影響 首先我們看看這一組所有數據是正數的例子 如果增加0這一項 0比平均數小 這一組數據有11項 而新的平均數就是29.09 中位數是32 中數也是32 如果在一組全部都是正數的數據裏面加入0這一項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會減少 而新的中位數就會減少或者維持不變 接下來就看看這一組所有數據是負數的例子 如果增加0這一項 0比平均數大 這一組數據有11項 新的平均數就是負29.09 中位數是負32 中數也是負32 而如果在一組全部都是負數的數據裏面加入0這一項 那麼新的平均數就會增加了 而新的中位數就會增加或者維持不變 Kalena你所引用的例子 那些數據有全部是正數全部是負數 但是如果一組數據裏面有正數有0和負數的話 那對於集中趨勢有什麼影響呢 還有在這兩個例子裡 你都沒有討論到重數 Kip 你所提出的問題 我就想留給你用例子去探討 因為只要你能夠利用例子列出相關的算式 就能夠得出合理的結論 Kip 剛才我們討論過按照特定的方式來改變一組數據 對於集中趨勢的影響 那這些改變對於數據的分散程度有沒有影響呢 可能有 又可能沒有 那你說話這麼無靈兩可 不是無靈兩可 是在不同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就怨聞其長 跟回之前討論過的改變次序 首先看看在一組數據裡 每個數據加上一個常數 那對數據的各個離差有什麼改變呢 用回我們10次射籃的成績 如果每次得分增加5分 新的成績就是這樣的 雖然成績有所改變 但是新的分佈域 4分位數間距 和標準差都沒有改變 新數據在數線上的分佈 和原來的數據分佈是一模一樣 整體分散程度不受影響 只是整體向右移動5個單位 這樣我們就可以推論到 如果在一組數據裡的每一項 都加上相同的常數K 那這一組數據的分佈域 四分位數間距 還有標準差都會維持不變 然後就把我射籃的成績乘大兩倍 一起來看看我的數據的離差有什麼改變 我將之前我的十次射籃成績乘以二 即是每一項成績增加兩倍 新的成績就是這樣 成績改變了 新的分佈域 四分位數間距 和標準差 和原來各個離差的數值都佩戴了兩倍 將一些增加兩倍的數據 繪畫在數線上就是這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推論到 如果在一組數據裡的每一項 都成為一個相同的正數K 這樣這一組數據的分佈域 四分位數間距 還有標準差 就會變成原來的K倍 Kalena 如果這個常數K是負數的話 分佈域、四分位數間距和標準差 有什麼改變呢 如果經過計算 又或者是一般式的推演 當常數K是負數的話 分佈域、四分位數間距和標準差 就會改變成原來的負K倍 不過在實際形容上 其實我們很少會考慮到 將一組數據成以負數這個情況 Kalena 我們最後要討論的 就是在一組數據加入或者刪除 其中一項對離差有什麼影響 Keef 我們首先聽你說一下 在一組數據裡面刪除其中一項 對離差有什麼影響 用這組有十項體重的數據 如果我在這組數據上刪除其中一項 先看分佈域的改變 如果刪除那項數據不是最大值或者最小值 分佈域是不受影響的 接著看標準差 如果刪除那項數據越是遠離平均數 標準差的值就會減少 相反如果刪除那項數據 越是接近平均數 標準差的值就會增加 對於四分位數間距的改變 我們必須根據數據的具體情況來分析 很難有一個結論 一般來說 如果刪除的數據越是遠離平均數 就越是會令離差減少 相反如果刪除的數據 越是接近平均數 就越是令離差增加 這個結論都有應用在很多國際性比賽上 例如跳水、體操 表現就由評判來評分 然後將其中最高和最低的評分刪去 這樣就可以避免了 因為個別評判不公平的判斷 出現過高或過低的分數 因而影響了運動員的總得分 聰明女孩 這麼快就能夠活學活用 是你說的 要多想多做才能一理通八理明 Kiva 不如你說在一組數據裡增加一個數據 對離差日有什麼影響 好想 用這組有五項數據 如果我在這組數據裡加入其中一項 先看分部域的改變 如果加入那項數據不是最大值或最小值 分部域是不受影響的 接著看標準差 如果加入那項數據越是遠離平均數 標準差的值就會增加 相反如果加入那項數據 越是接近平均數 標準差的值就會減少 根據你的例子 在數據裡加入一項 就是在數據裡刪除這一項的還原 這樣對整組數據的離差的影響 是公路相反的 是啊,一般來說 如果加入的數據 越是遠離平均數 就越是會令到離差增加 相反如果加入的數據 越是接近平均數 就越是會令到離差減少 Kip,今天我們都討論了很多集中趨勢和離差 會被一些數據所影響 還可以總結到一些特別的改變 其實只要通過多些例子觀察 又或者運用一般式推論 這樣學習數學就可以深入淺出 融匯貫通樂趣無感